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我走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回来回来 我亲眼才能上的火车 我给你拿个 不是 我走了 她说她已经到娘家了 再陪我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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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离了 赵梁 今年元旦你打算怎么过啊 不是 还能怎么过呢 一个人过呗 在家看看电影 看看烟花什么的 一个人 我不信 我最讨厌过节什么的了 不管过什么节 都好像在提醒我 我有多孤单 学生 逢年过节 都不能陪在你身边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你 我说的不是你 自所脱气 要不这样 今天我办一次 跨年晚会怎么样 跨年晚会啊 跨年晚会啊 就在天台上 你知道 在天台上 看烟花的效果是最好的 到时候我把大楼的 所有人都叫来 我也在 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 最主要的 我想跟你一起倒数 老林 你知道我为什么 从来来找你吗 可能是想图个方便吧 我知道 其实你的选择也挺多的 喜欢你的人也很多 喜欢我的人很多 想要是我的人就更多了 但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最难吗 最难的是 找一个真想了解你的人 那这个人是谁啊 我也还在找 林梦宜好像很听你的话 因为我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啊 他这又不闪 对他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才不会做呢 那你认识中美宝吗 当然认识 像我这种不用工作的人 常常在咖啡厅里 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跟他还挺聊得来的 那你觉得林梦宇 和中美宝是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吧 不就是单相思吗 这你都看得出来啊 林先生你来了 想喝点什么 没事好 没事 好嘞 林先生你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很没今日那样 我看上去很没精神吗 其实这几天看你啊 都觉得你精神状态不了好 想换了个人似的 发生什么事了吗 可能是年纪大了吧 这教育不够睡 你今天多大呀 不好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 比我没大多少 你为什么说自己年纪大呢 可我总觉得自己是个 没人要的老头子 林大哥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个 流行的词叫大叔吗 这边我请你吧 谢谢你 祝你有个好心情啊 祝你有个好心情喔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两副面孔 一副给别人看 一副给自己看 给自己看的那一面 给自己看的那一面 你也不能适合在一起